魏无羡也能感受到七年后的他面对蓝望鸡时难以抑制的爱意 如果没有这场车祸 他们一定会在一起 恩爱美满地迎接这个小小的生命 魏无美羊躺看 用奇怪的视角看看医生操作 突然有些想见到蓝望鸡 现在即便是他已经失去了记忆 蓝望鸡一定也还是会很期待着个孩子吧 魏无羡转过头去 盯着蓝色遮帘的一脚 心想 检查很快结束 魏无羡起身出门 蓝望鸡就在门外等着 见他出来 迎了上去 结果要下午才能出来 魏无羡说 没关系 蓝望鸡接过他手上的单子 我们先去吃午饭 正是饭点 医院附近的餐馆基本上都满园了 两人走了半天 选了一家刚好有做的小店 魏无羡没吃下几口 他本就被早运反应扰得没胃口 现下更是心不在焉 勉强扒拉了几口饭 蓝望鸡看在眼里 吃不下的话 等一下我去买点别的 魏无羡叼着筷子发愣 直到蓝望鸡握住他的手 他才恍然回神 没事 我不饿 再担心结果 蓝望鸡问他 他这么一提 魏无羡才意识到自己有些慌 像是个在等待一场大考的成绩 刚才医生说 如果发育得好的话 现在已经有心跳 了 他头一回 为了肚子里还不知道形状的小东西担心 这种心情太过陌生 一时让他不知所措 如果发育得不好 那 那就 魏无羡不知道如何说下去 在今日之前 他对对这个孩子毫无实感 甚至都没决定好这个孩子的去留 但此刻 他竟真的有些担心检查结果 他刚怀着身孕 经历了车祸 出院后 又没有太过在意过身体 腹中这孩子 到底长得如何 是不是还在 都是个未知数 而他更担心的是 他怕蓝望鸡会失望 他像一个来自七年前的不速之客 已经把蓝望鸡的魏无羡弄丢了 所以他更不能 再弄丢蓝望鸡的孩子 他反手回握住蓝望鸡的手 望着对方沉静的眼瞳 认真的说 蓝战 如果这个小东西没事 那我就把它留下来 但是没关系 他会做得很好的胎儿发育得很好 医生耐心地把B抄单展示给蓝卫二人看 单子上有一张图像 图中的孩子已经成形 乖乖地全着身子 好小 魏无羡盯着单子 感慨道 就这么一点点大 已经有山竹那么大了 医生给工人讲解了一下注意事项 又预约了下次检查的时间 二人这才出了医院 在医院检查了一天 得到的都是好结果 魏无羡心情好 坐在副驾驶上扒拉着手机 嘴上哼着乱七八糟的歌 想吃山竹了 魏无羡突然说 蓝望鸡起初没反应过来 随后响起医生的话 脸色变得微妙起来 瞥了魏无羡一眼 山竹性良 吃一两个没事的 魏无羡柔柔肚子 反正我肚子里已经有个小山竹了 既然已经想通 魏无羡很快接受了孩子的存在 开口闭口就喊着小山竹 等两人到家时 他已经在往购物网站的购物车里 塞婴儿用品了 你说小山竹是男生还是女生 魏无羡捧着手机纠结 女孩是不是得买裙子 太小了 还穿不了裙子 蓝望鸡反倒是沉稳 劝导 不必心急 你要是想买 周末我带你去商场看看 魏无羡热情满满 直到晚饭时狠狠地吐了一轮 他才把一天的精力耗尽 气弱油丝趴在床上 这一点点大的小东西 怎么这么能折腾 他最近是睡得很 吃饱吐完就瘫在床上 不愿意动了 蓝望鸡坐在他身旁 俯着他的背 给他顺起 不舒服就早些睡 这一天在医院上上下下地跑 魏无羡热确实累了 疲惫地点了头 闭眼就睡过去了 这一觉睡得极不踏实 魏无羡中途醒来几回 望着天花板瞪眼 房间的夜灯已经关了 屋里一片漆黑 魏无羡适应了一会儿光线 才能看清睡在身旁的人 蓝望鸡睡觉时 阳躺得规规矩矩 睡得安静 魏无羡看了一会儿 起了顽心 捏了捏蓝望鸡的鼻子 被扰了清梦 蓝望鸡小小地震动了一下 都没睁眼 模糊地说了一声别闹 转身侧卧 长臂一捞 把这个调皮鬼抱在怀里 魏无羡恶作剧得逞 熙熙地乐了半天 他也不知蓝望鸡到底醒没醒 但看蓝望鸡的反应如此顺理成章 估计以前他没少闹过 他被蓝望鸡搂在怀里 睡得稍高的体温晕着 魏无羡没有觉得别扭 反而舒服地放软身子 闭眼佩酿睡意 迷糊间觉得这一幕有些熟悉 他似乎也曾经被蓝望鸡这样抱着睡 不是在宿舍里 而是在记忆被睡意打断 魏无羡重新陷入梦想 在醒来时 魏无羡好一阵子都没缓过神 心脏在剧烈地跳动着 魏无羡喘了口气 才发现房里的小灯被打开 蓝望鸡正坐在他的 对面捧着他脸颊 魏英 他关切地说 没事了 都是梦 魏无羡正正地看看他 半嗓才反应过来 哦 都是梦 他一头冷汗 梦里的画面 渐渐重现在脑海里 急迟而来的汽车 路边的尖叫 血和亮的炫目的光 他梦到了车祸的场景 没事的 蓝望鸡一遍遍地告诉他 受伤之后 魏无羡忘记了先前的记忆 自然也早已把车祸现场望得一干二净 医生说这是因为他的大脑在保护他一一而现在 这个画面被大脑释放 甚至还添加了别的剧情 梦里的后续剧情在眼前浮现 魏无羡呼吸一致 抬眼看着蓝望鸡 蓝站 我梦到 车祸那时候的事了 我想起来了 我还梦到 他的语气添了几分无助和惊慌 手按住下腹 我梦到孩子 尚未平息地呼吸和心跳 拦着他把话说完 蓝望鸡却听懂了 伸手搂住了他 没事的 你已经醒了 我在这里 那小山竹 他没事 我们今天刚做过检查的 蓝望鸡一下一下地 轻拍魏无羡的后背 即便是对方呼吸已经平复 他也没有松手 混杂着酒香的檀香 轻柔地包裹着魏无羡 安抚被噩梦惊扰的他 这个怀抱太过温暖 让魏无羡一时不舍离开 然而 噩梦被停息 心头泛起的熟悉感 却让魏无羡难以忽视 他擒着这份感觉 在蓝望鸡的怀里 皱眉回响 蓝战 你还记不记得 破碎的画面逐渐被拼凑 魏无羡犹豫着开口 你以前好像也哄过我 我们好像是在外面 是在晚上 草地上的 他记不清了 只能断断续续地 跟蓝望鸡 讲脑海里的画面 没说几句 记忆中断 魏无羡没法继续 我们好像经常出去玩 不 gum 你带来 你带来